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利地将桌子收拾好 又将另外几人也叫了进来 话如出 漠然有种小学生等老师开讲的错觉 他只是一个县衙的守备 这里有底处偏僻 知道的情况有限 不过 总算不是两眼一抹黑了 喝了口茶 其又继续道 因为今年的万寿节是寻寿 九州周末全回了太原城恭贺 有其情况根本瞒不住 直到现在 各种母还留在太原无意地离开 二皇子不放人是一个原因 再者 他们自己也不想在这个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离开 二皇子有意把持朝政 可皇上记载 在他之上还立有储君 他那一派鼎立之时 太子一起人马和中正派自然不会认同 强烈要求要见皇上 二皇子和皇后 以皇上身体有样为有阻拦 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现在太原已经乱了 说什么的都有 长此下去 怕是有人会借此起事 到时 南朝将大乱 那太子的动向呢 他比我们先出来几天 应该不会什么都没做吧 太子将兵卖的原因公之于众了 话如出脑子转的飞快 太子这一手玩得漂亮 什么都不用多说 却比轻言万语还管用 在有心人眼里 这无疑就是一场阴谋 像太子死在战场上的阴谋 还要背着拜君之将这条罪名死去 哪朝哪代都有一根筋的书生 经过他们之口一宣扬 二皇子的名声毁了 却成就了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太子 成功替他塑造出一个在皇后和二皇子的阴谋下坚强不屈的光辉形象 那现在到底是不是二皇子把持了朝政 是 可是尚有令 不与执行的人不少 政令不通 二皇子现在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 退下来没有活路 却也上不去 现在观望的人太多 要是皇上真的不在了 他们便跟着拼一把得个从龙之功也好 可现在皇上生子未明 就算有心 他们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话如初有点想不通 既然都敢谋逆了 二皇子怎么像是准备不足 谁反对他就拿下谁啊 来上几手杀鸡儆猴 还有几人敢反对他 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里不都这样上演的吗 一路杀上去 坐那个位子的都不少 二皇子也不像是下不了这个狠手的人 除非是出了什么意外打乱了他的计划 比如 皇帝那里出了岔子 或者说 皇帝根本不在他掌控中 如果是这样 这一切就能说得通了 就算是二皇子一派的人马 也不会傻得在还没确定皇上已死的情况下 拿全家老小的命去搏一个连三成把握都没有的从龙之功 范谋逆着 朱九卒 这是南朝律法里明明白白写着的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先去阳关 太子在哪里 你觉得以太子的想法 他会回太原吗 其右摇头 出人在外 非照不得回朝 要是太子现在回去了 会落人口舌 大好的形势便失了 除非 二皇子那里再次生变 或者确定了皇上已不在人世 太子才能扯起秦王之势的大旗回朝 话如初点头 心里有了点想法 不过 一切都要等见到太子后才能定论 去阳关之前 先在东皇听一听 我们听听王林怎么说 我更相信我们的人唱过来的消息 应该要更全面些 嗯 我也这么认为 说完这事 话如初将其他人散了 将父亲明天打算离开的事告诉其右 我哥哥他们留下也好 要是二皇子真的 太子现在正是最需要人手的时候 我就不信 这么大个功劳他还会记不住 不求他给武林多大的好处 以后 别忘武林像防贼一样就行了 我是运气好 碰上的是你 要是再来一道这样的圣日 我不知道 下一个还会不会这么幸运 可是如初 我感谢那道圣日 其右没有将这话说出口 看着妻子的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 分别来临时 话如初并没有特别难过 有的也只是不舍 他努力一点 再努力一点 说不定就能很快地将其右拐回去了呢 有这么个目标在 他满满的都是动力 天色微明的街道上 没有几个行人 话如初和其右并肩上前 向着众人抱拳行礼 道谢的话晚辈就不说了 这份情晚辈牢记在心 他日若有需要晚辈的时候 晚辈绝不退辞 这话说的倒有点像我们江湖儿女了 城前斜了瞪眼的话清一眼 还真是糊涂子 这么一句挤兑都说不得 这次来是卖你老爹的面子 另外也是因为十多年前结下的仇 活到这把岁数 终于等着一个机会 要再吃几年 我们都提不动刀了 就算再有那机会 也挥不动老胳膊老腿了 所以有些事你无需放在心里 他们死得值 就算是我将命丢在这了 只要家小有人照应 我也能明目 昨日你爹便说过了 你拿出了大笔银子补偿大家 这就行了 对内怎么打怎么斗都可以 可对外事 我们的态度是一样的 南朝皇室再亏待我们 我们也是南朝人 根在这里 怎么变都成不了古湖国人 总算能将心里记挂十多年的心事了了 再梦见老兄弟 也不用觉得对不起他们了 就这一点 这一趟就没有白来 没白来呀 最后那句 都快被城前 永成永叹掉了 可话里的意思 是时心时意的 没有那些个弯弯绕绕 就连岂有以为的鞠躬自傲 也没有 平和的 像是他们亲里飘飘赶来 不过是再平常一件的事 这样的人 交往起来 确实比朝堂上那些老狐狸 要让人安心许多 话签一脚踢开城前 不舍得看着乖女儿 也真想把你带回去 你娘见着你该多高兴啊 您是怕娘不让您上床吧 话如初 一点也不客气地掀了她的老底 引得一帮人大笑 胳膊周往外拐 话签瞪她一眼 看向女婿 乌爷 别再让我知道 你齐家又怎么招我乖男了 再有下次 我带人将齐家砸了 再领她回家 你们齐家不稀罕的 在我们话家 可是个宝贝嘎的 你们再对她不好试试 别其他娘家没人 小徐不敢 你真不敢才好 想着还是有些气不顺 可这段时间 齐佑的伏低作小 又让她脾气都发不起来 最后哼了一声 翻身上马 乐着马头道 乖男 今年记着回家想起 别让爹亲自来接人 知道了 爹 是 岳父 一众人笑闹着 纷纷上马 你抽我的马一边 我替你的马屁股一下 一下子走了一半多的人 刚刚还站满了人的街道上 瞬间空旷不少 话如初收回视线 看向唐湖 唐叔 害你折了这么多人手 真是对不起 唐虎叹了口气 哎 意料之中的事 咱们在江湖上混的 横死街头都不稀奇 就像成前说的 他们总归是死的值 有你给的那笔银子 他们的家小也有了依靠 我再给一份 日子不会过得比以前差 这样总算也能对他们交得过去 以后要是有什么 我能帮上忙的 唐叔给我来个信就是 行吧 这话我记着了 看如今这阵势 只怕还要乱上一阵 茶叶的事先放吧 等阵势明朗了再说 你是打算着跟齐佑去营地 嗯 先过去看看情况 再做打算 就知道是这样 唐虎无奈摇头 你呀 总归是嫁人了 在山里无所谓 到了外面多少注意点 别让人说三道四 对你不好 我会的 唐叔 还有你 齐佑 这次为了你 画家将几十年的老人情 老面子都折进去了 银子也赔进去大把 要是再让三丫头受委屈 别说画老哥不答应 我这个做叔叔的都不答应 这户短的尽头 还真是一模一样 齐佑嘴里发苦 态度恭敬地硬下 齐佑 在他们眼里 只怕是一点好都没了 要不是 如初总算心里有了他 要不是他对如初一心一意 他绝无可能留住人 以后 他一定要对如初更好些 唐虎一走 就剩下一话如意为首的五十人 和话如初手底下那六十余人了 加起来也有一百多人 浩浩荡荡一个队伍 这时 天边更亮了一些 周围的店铺 也有了响洞 我们也上午吧 嗯 近昌郡 离敦煌有两百多里 就是骑马 也得要大半天时间 从敦煌到阳关 还有一百多里 今日怕是到不了了 两人干脆 也就不急着赶路 天进黑时 才到敦煌 直接去了归来客栈 王林 就在大堂里用晚饭 看到进来的人 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一抹嘴 就迎了上来 小姐 姑爷 还有大少爷 你们总算是从山里出来了 画如初打量了下客栈 安静的过了 掌柜的都没见到 客栈你包下来了 是 房间是小子亲自盯他们收拾的 都干净 这时辰 您还没用过饭吧 小子这就去让他们做 画如初嘴角抽搐 这王林 还是这么画牢的 让人手痒 春雨忍笑上前 王林 你先让小儿抬水上去吧 跑了这一路 先让小姐姑爷和大少爷 换身干净衣裳 我去做饭 王林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头 她太激动了 忘了小姐身边 有的是人伺候 哪会吃客栈里的饭菜 忙到 是 小子这就去谈水 饭后 画如初将王林叫过来 这桌做了 又叫其他人围坐成一圈 王林 你说说现在的情况 是 显然 王林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给他说话的机会 便道 事情要从万寿节那日说起 百官朝贺时 不见皇上献身 却是二皇子和皇后同时出现 说皇上身体有样 传口欲让二皇子监国 既无圣旨 又不是皇上身边的贴身内侍传话 自然没人相信 就算二皇子一派的人 连同皇后一起将他腿上了位 幸福的人也不多 其又和画如初 细细听着 这些都和他们知道的差不多 一个郡的守备 都能知道的这么清楚 可见二皇子已经完全掌控不了局面了 要是二皇子能更心狠手辣一些 血腥镇压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可到现在都没见到他这么做 他在顾忌 换言之 他不敢这么做 就算皇上真死了 以二皇子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 有眼睛的臣子都会选择投靠太子 二皇子绝对坐不稳那个位子 前不久 小子收到马管家派人快马加鞭送来的消息 皇上未死 而是身中数毒 最难解的一种是古湖国的密钥 安卫走投无路之下 找到了江大夫 江大夫知道这对小姐有用 在马管家回去后 便将这事告诉了他 马管家的意思是 这应该也是安卫的意思 告诉了您 就等于告诉了姑爷 姑爷知晓 太子那里就必定知道 这条消息 小的还未告诉太子 原本是打算要是您再不回来 明天期待过来时 就让他将消息带回去的 说着 王林从怀里掏出一方手帕 打开了放平在桌上 洒上一些水 白色的圈帕上 显露出一行行字迹 这是话如初 从现代学来的方法 就算被人拦截了 谁又能知道 一方在普通不过的手帕上 会另有乾坤 上面的内容 和王林说的差不多 只是内容更细 皇上的处境恐怕不妙 向来不露面的暗卫都被逼出来了 还隐含着求救的意思 以姜伯的能力 都没能将他读解了 看样子很棘手 其右眉头紧照 太原城就这么大 二皇子只怕没少花费精力找人 暗卫再能藏又还能藏多久 还有一件事 王林喝光一杯茶 在众人的注视下 有些忐忑的道 您之前一直让小的们留心陶侧飞 这次他们就将陶侧飞的动向传了过来 自从万寿节后 他便取代了正规的职责 每日和各府夫人来往 大方的送出许多礼物 有他铺子里的东西 可是更让各府夫人争抢着想要的 是一件据传叫做 叫做凶兆的东西 王林到底是个年轻人 说到这个词还有些不好意思 听的人也都纷纷红了脸 丫头们更是催了一声 低下了头 话如初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走夫人外交这并不稀奇 送礼物拉近关系也不稀奇 可以说这条路子走得绝对正确 再有神器凶兆开路 他几乎可以肯定二皇子会收获不少助力 本就是观望的人居多 再有人吹去耳边风 这心思还不就容易歪到一边去了 那二皇子郑飞就没有点反应 任陶家夺了他的权 听说郑飞娘娘病了 杨家的人呢 没有动静 没有 这不对 二皇子若是成事 郑飞便是以后为主中宫的皇后 杨家不可能轻易罢休 除非 他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或者 另有隐情 马白有没有做什么安排 是啊 马管家安排了个生命孔进入孔二子府 还传出留言说 二皇子宠妾灭妻 传陶侧飞在二皇子府嚣张跋扈 学习心肠 要置原配于死地 总之是怎么巧事怎么来 很好 陶家业高调 就越印证了这话 哦 太子府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 太子妃那里呢 太子府由莫先生坐镇 又加派了兵力日夜守着 在万寿节过去没几天就被攻击了一次 好在太子府实施戒备 没有让对方得逞 对方丢下几十具尸体撤离了 太子府有些损失 但还受得住 太子妃一直没有露面 总算是听进去了她的话 只要皇太孙无恙 太子这方便无所畏惧 华如初想了想 好像没什么想问的了 转头看向齐佑和自家大哥 你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华如意对太原的事 本就不是很熟悉 听妹妹这么问 很干脆地摇头 齐佑宁眉想了想 问 除了太子府外 二皇子没有对任何人下手 是 昨日太原有传过来一个 还没有查证的消息 说几位握有十权的将军 在朝堂上放言 在皇上未出现之前 不会有任何轻举妄斗 没有兵权在手 在失去军队的知识 二皇子还能做什么 齐佑又问 太子知道这些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 或者做什么安排 王林看了小姐一眼 回道 之前小姐便用说过 如果太子需要 这条线暂时给太子用 太子自纳日过后 每日都有书信 由小的这里送往太原 齐佑微微点头 你们辛苦些 回去后定不会亏待你们 小的只是听从小姐的安排 话如出笑 这是替太子办差 得点辛苦费也是应该的 王林 你客气什么 王林摸了摸头 憨憨的 咧了咧嘴角 看起来 一点也不像 是负责情报这方面的经营人 本章不离 这条线暂时给太子 是负责情报